我們講到不動產廠房的設備 是不是廠商所買的這個土地啦 或者是大樓啦 或者是機器設備 這是屬於我們這一張物件資產的內涵 我們說並不是喔 你買的這塊地 如果說都沒有在用 你也沒有打算要怎麼用 那我們就說 這個就把它列在其他土地 相反的 如果你說你買的這塊地 是為了低價買進高價賣出 那就把這個土地當物件 投資的一個商戶而已 所以呢 這個啊 我們發現說這個土地廠房設備 並不是你看到的東西就是屬於這一張 而是要看它的目的 你購入的目的來區分喔 必須你買進來的土地 就是要供 公司目前要營業使用的土地啦 或是廠房或是設備 才是屬於我們這一張的範疇 對 記得喔 是不是公司買進來的土地 就是我們這一張的不動產 並無恥 必須要滿足三個要件 第一個 它的金額要夠大 大於多少咧 來 廖福祟 金額夠大要大於多少 比如說印表機 對不對 我們覺得這印表機應該是設備吧 但是印表機它的金額不夠大 所以如果依照我們後面要講的一些資格分開的話 它的金額就太小了 為了這些小的這個金額 在那邊每年提列就失去它的這個重要性 所以金額要大於多少才算土地廠房設備 八萬對不對 第一個 再來第二個 使用的年限一定要超過多久 來這個 鐵衣巾 使用的年限一定要超過多久 我們還是不夠很忙 設備 最常要可以用多久 五年 五年 學姐再錄影 好 一年 一年 使用至少一年以上 金額要八萬塊以上 而且還要那個 第二點最重要 必須你買進來 目前它是跟公司正常營業生產在使用中的 這個才是屬於我們的不動產廠房設備 這一張的內涵 那當我們知道了這個 到底哪一些東西才可以屬於固定資產這一張之後 接下來我們來談的是這一張包含哪幾個項目 來請同學看到你課本316 這個我們上次講過了 土地廠房 土地建築物設備還有一個叫土地改良 這四個我們記錄過了 有沒有 這四個土地設備還有這個建築物 這三個應該不用特別去講 你看到大樓啦宿舍啦公司宿舍或是廠房 這個指的就是建築物 土地就是土地嘛對不對 然後設備包含機器設備啦或是運輸設備 那其中有一個叫土地改良物 什麼叫土地改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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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比較會搞混 所以土地改良物就是說 我們在這塊土地上可以一直變更它的使用目的 舉個例子 我今天如果在這塊地上我鋪設我們公司的員工停車場 結果呢用了五年之後我們把這個停車場改成這個員工的這個休閒活動中心 或者是欸又改了 又過了幾年之後我們就把這塊地把它鋪設成道路 把它變成這個這個讓我們社區的人把它當公園用 所以這個就是你可以一直在這塊土地上去重新變更它的使用目的 這個我們就把它稱為土地改良物 土地跟土地改良物最大的區別在 因為這個土地它有無窮的耐用連線 一塊土地就算發生地震 地震沒了發生海嘯海嘯走了 它這塊地還是在那邊對不對 可是呢土地改良物呢 今天我有可能是停車場 比如說我們學校中間以前並不是這個樣子啊 我們需要以前中間是一個運動場 隔了十幾年之後我們把這運動場翻修 現在變成一個像公園一樣的這個綠地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學校的土地改良物 那土地改良物的話 因為你可以一直去變更它的使用目的 所以它是有效連線的 它是有連線的 那有連線跟沒有連線差別就在哪裡 這一個要分攤成本 而土地這需要分攤成本 這是土地跟土地改良物最大區別的地方 我再講一次 就是我們在旁邊 開始了